这个上面有很多亮钻 Bling bling的 马上就要变成超级好看的宝石了 林可家族 来找什么呀 据说这个草丛里有宝石 可是我怎么找都没有宝石啊 再找找 狼子 说不定这里面就有宝石呢 快打开看看 这里面好多东西啊 好重啊 来看看 橙子 甜点圈 西瓜 香蕉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是不是在这边 有可能 可是怎么打开啊 我这里有工具哦 那我融化看看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挖宝石吧 先把这个打开 放在盘子里 然后就可以开始挖了 这个时候好解压呀 我发现 我发现里面有东西 我发现里面有东西 是什么呢 撬动了 终于要出来第一颗了 好像是一个小猫咪 好像是一个小猫咪 坐在月亮上的小猫咪 直接把它扳开 里面没有 看来刚刚那一块 已经没有了 这里有东西 我发现了 哇 直接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颗 一 二 三 三个 这个是一个小叶子的宝石 看一下这两颗是什么呢 是粉色的 哇 好好看哦 这个 挖到三颗了 然后这边还看得见有一颗 这不是一颗 是两颗 我怎么感觉像三颗呢 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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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来一颗 也是粉色的 又发现两颗 有几颗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颗宝石 还有没有呢 哇 这里还有三个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挖呀 挖呀 挖 我就是在挖宝石 撬起来一个 这是一个小城堡 最后一颗了 哇 这个好漂亮啊 这个上面有很多亮钻 不灵不灵的 哇 所有的宝石都挖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放进热水洗干净吧 热水到了 那我们就开始洗干净了 丢进去 洗一洗 马上就要变成超级好看的宝石了 所有的宝石都在这里了 哇 好漂亮啊 还有香香的味道呢 接下来我们把它穿成项链吧 哇 穿好了 好漂亮啊 戴上试试看 戴上了 怎么样还不错吧 剩下的香皂还可以吹泡泡哦 我试试看 朋友们 今天的彩虹灶项链考古大成功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我要继续吹泡泡了